- 雙胞胎的妹妹佩佩 - 大家好 - 好的,那今天我們要做一個非常應景的主題 - 因為夏天快要到了 - 我們要幫大家就是把人氣給降下來 - 大家不是都要有超人氣 - 不行,不要有太多的氣 - 因為夏天快要到了 - 好可怕喔 - 好可怕喔 - 就是你知道夏天一到喔 - 然後身上都會有開始有一些氣味出現 - 你知道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味道 - 就是新小琦有唱過一首歌就是味道 - 那有的人身上是會讓人家懷念 - 有的人是會讓人家退避三射的 - 就印象中就是看到這個人 - 他身上就是會有一種味道出現就對了 - 對,有時候同學會的時候都會說 - 欸,你還記不記得那個誰啊 - 我覺得這個人好有味道喔 - 這是稱讚還是... - 這是包還是別 - 就是... - 不知道這個說的是他的個性很有味道 - 還是他身上很有味道 - 耶,這要搞清楚耶 - 對啊,因為你知道夏天快到了 - 我告訴你坐捷運坐公車真的超恐怖的 - 對,你知道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說 - 現在不是只有男生會臭 - 很多女生都會臭 - 不行啊,美女怎麼身上可能會有臭 - 怎麼可以有臭味 - 對,當然不行啊,不只美女 - 我覺得就算你是宅男 - 身上都不可以有老人的臭味 - 對,好多宅男味 - 大家一想到宅男味身上應該是什麼味道 - 嗯,油油的 - 然後... - 有脂味 - 有脂味,膩膩的 - 然後還有那種枕頭睡覺的味道 - 很可怕喔 - 或者是,如果是陽光男孩 - 陽光男孩也有臭味喔 - 是流汗的味道嗎 - 對,是汗流太多 - 運動太多的臭臭味 - 好可怕喔 - 對,對啊 - 在今天我們準備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是 - 有的是止汗劑 - 有的是不會止汗 - 可是它會分解你身上的一些異味 - 然後不會讓興趣產生 - 然後有一些是可以號稱是 - 止汗或是致汗界的名牌 - 對,然後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 - 反正可以分享給大家 - 哪些噴了會白白的 - 哪些噴了不會白白的 - 對,哪些噴了可以 - 哪些可以噴特殊地方的 - 噴特殊地方 - 對,待會兒來跟大家講 - 好,那首先第一個 - 我們剛才有跟大家說 - 我們要擺脫超人氣對不對 - 很多的男生身上都有那種 - 宅男的味道油脂味 - 其實最近有一個牌子 - 它有出了一個 - 特別說是抗血結胃洗髮精 - 結胃 - 結胃,就把那種 - 那個頭皮血油脂那種味道 - 完全去除 - 對,因為有很多人拿頭再怎麼洗 - 身上都有風一吹 - 都有微微的油的味道 - 或是脂肪的味道 - 很恐怖 - 比較好那味道消除了 - 才能擺脫宅男的氣味 - 對,我記得以前啊 - 就大學時候啊 - 就是因為我是住學校嘛 - 然後很多的男女同學 - 都會約去打麻將 - 有時候 - 欸,今天去男生宿舍好了 - 還是去女生宿舍 - 然後去男生宿舍裡面的時候 - 都會有那個很重的油脂味 - 一看到房間裡面都是油脂味 - 因為每天大家在那邊打電腦 - 然後吃零食 - 對,宅男都不太愛出門的 - 所以常常握在裡面 - 久而久之自己就跟著發霉 - 很可怕 - 可能從頭髮到身體衣服腋下什麼 - 全部都發霉 - 對,所以大家可以用有結胃抗穴的洗髮精 - 或者是有射箱的 - 欸,現在有那種開架式品牌居然也有射箱的 - 對,一定要啊 - 男生 - 好高檔 - 最好是把一些味道臭味去除之外 - 再加一點香香的男人味 - 會讓人家覺得 - 哇,這個人比較MAN一點 - 感覺比較陽光一點 - 嗯,好的 - 那昨天呢 - 我跟姐姐在東區逛街逛一逛的時候啊 - 忽然看到 - 在有一個店裡面 - 因為它都進很多很多日本的東西 - 它有進日本的爽膚紙巾 - 可能流汗流太多 - 已經不是濕紙巾就可以解決了喔 - 因為它會黏 - 那而且呢,還會臭 - 所以這時候 - 你也不能用香水去蓋 - 因為可能越蓋越臭 - 味道堆疊在一起 - 所以這時候最好是用就是 - 譬如說有點類似爽生粉 - 功效的濕紙巾擦 - 就一舉數的 - 那你就 - 你剛剛拿出來的就是 - 從你剛剛那一包拿出來的 - 對,就是那個爽膚紙巾 - 我拿的是爽膚紙巾 - 然後它 - 我覺得它用完之後 - 會有一點點滑滑的耶 - 就是乾掉之後 - 會讓你有一點乾爽的感覺嗎 - 對,好像剛剛洗完澡的感覺 - 好棒喔 - 對,因為它就是強調說 - 它是有點像是 - 爽生粉公用的濕紙巾 - 爽生粉要乾爽 - 但是它就是濕紙巾而有點衝突 - 但是會讓你覺得 - 在擦的時候濕濕的 - 可以把一些東西擦掉 - 但是擦完之後 - 它卻有爽生粉的乾爽效果 - 對,就很好玩 - 很好耶,就天氣很熱的時候 - 尤其脖子後面有沒有就給它擦一擦 - 有些地方一定要擦的就是 - 這裡跟這裡還有這裡 - 好啦,把它擦乾淨 - 還有膝蓋後面 - 腳的膝蓋關節後面要擦 - 很可怕有很多女生 - 那個膝蓋後面是黑黑的關節 - 怎麼對 - 應該提醒他們一下說 - 欸,你怎麼洗頭都沒洗到後面 - 所以它這個布 - 算是有一點比較粗粗的 - 然後算是有一點紋路的 - 可以就是幫你把身上的一些 - 針給戳掉 - 好可怕喔 - 對,它就是有一點紋路 - 它其實不算是洗澡 - 就是讓你流汗之後會比較乾爽 - 對的,舒服舒服 - 你記不記得夏天是剛洗完澡 - 然後在冷氣房裡面 - 都沒有那種流汗的感覺好舒服喔 - 對啊,隨時隨地可以保持 - 就是剛洗完澡的感覺還不賴 - 對,那我之前有問人家說 - 欸,你就是夏天啊 - 萬一很容易流汗怎麼辦 - 她就說就開冷氣啊,狂開啊 - 說很不環保耶 - 有錢很家吧 - 而且不管有不有錢就很不環保啊 - 所以大家如果... - 而且排汗就是可以把那個身體的一些... - 不好的 - 對,就是... - 代謝出去 - 嗯嗯,也可以把就是那個溫度調節一下 - 可是大家可以用一些爽敷指徑來擦一擦 - 就還不錯 - 這樣一點沒有溫 - 對,那在這邊呢 - 好,待會兒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- 有一次我做活動 - 然後穿了廠商的衣服 - 就脫下來之後 - 很不好意思換廠商衣服的一個經驗 - 欸,妳有這樣嗎 - 有耶,不是耶 - 我覺得 - 怎麼可以讓他們發現就這個主持人 - 或這個藝人身上怎麼有這些味道 - 有...小動物 - 什麼小動物 - 狐仙之類的 - 狐仙 - 狐仙 - 溫濕的,很困擾 - 欸,妳一次就是廣告這邊 - 不是都會有女生什麼招計程車 - 欸,欸,很尷尬 - 很尷尬 - 可是我自己本身就用這樣子 - 蛤 - 欸,妳知道小孩子的抓牌動作有什麼嗎 - 小孩子的抓牌動作 - 哈哈,不好意思 - 不好意思 - 對,她就要遮一下 - 幹嘛要羞於賤人呢 - 其實,腋下其實也是可以美美的啊 - 對,腋下它有自由 - 它也需要透透氣 - 不要一直到來把它遮著 - 所以,妳... - 就是不可以讓夏天的時候 - 後來舉手這裡有十一大塊對不對 - 對啊,很難看耶 - 所以我們要讓女生就是 - 除了味道好聞之外 - 還要致汗 - 或者是抑制出汗 - 對,所以我們就是 - 有挑了一些 - 校花身上味道的致汗 - 校花是什麼意思啊 - 就是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- 我們學校的校花 - 身上都散發著一種味道 - 我有覺得,哇,這種味道是 - 校花才有的 - 然後就一直聞,一直聞 - 然後每次跟著它 - 我都會覺得說 - 就是好羨慕喔 - 就是不只漂亮 - 是它還有香味 - 後來我就問她說 - 你噴什麼牌子的香水 - 她說它沒有噴香水 - 它是噴止汗劑 - 就是可以說是止汗劑界的天后 - 對 - 不是我說這個東西 - 因為它出來很久 - 可是它由於有很多味道 - 那有的人其實不太喜歡有味道的 - 就可以選擇是無味的 - 對,或是淡淡的,淡雅的味道 - 那有的呢,它是自由舒暢 - 就是讓身體或是沐浴舒爽 - 就像我剛剛說的 - 噴完之後會好像剛洗完澡 - 一直保持在那種剛洗完澡的感覺 - 對,我夏天個人有一個特殊癖劑 - 就是我喜歡聞人家身上如果噴止汗劑 - 不論是男生女生我都會喜歡聞 - 蛤,很香啊 - 所以夏天其實是正妹身上不可以有流汗的味道 - 對的,好的 - 那男生也不可以有味道喔 - 好的,那在介紹男生之前呢 - 我們還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- 就是很有另外一種味道 - 也是要介紹給大家的 - 因為這一家牌子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- 就是他們有出止汗劑 - 那其實止汗劑它不是只是用噴 - 噴的一種形式而已 - 它有的是用這種滾珠的 - 喔,用滾輪的 - 喔,用滾輪的 - 對,滾輪的 - 那你剛剛載起來的話 - 就會覺得說比較輕一點 - 因為有的人啊,有時候噴太近了 - 我給大家看一下滾輪 - 這裡就有一個球 - 球球 - 那你在,你就去轉動它的時候 - 就會裡面的那個止汗劑就會跑出來了 - 喔,厲害,濕濕的 - 因為有的人噴太近有時候會 - 會凍傷 - 對,因為它要有一定的距離 - 而且有的人皮膚比較敏感 - 你用這種冷冷的東西去噴一下的話 - 它可能會覺得 - 會嚇一跳 - 對,所以就可以用這種滾輪的 - 嗯,嗯,嗯,也還蠻方便的 - 對,也是蠻方便的 - 對,也是蠻方便的 - 那另外要告訴大家 - 就是男生啊,就剛才有跟大家說 - 就是男生除了有宅男味 - 有的男生還會有臭酸味 - 就那種陽光男孩 - 那有時候會有臭酸味 - 對,所以有時候 - 滯汗也是還蠻重要 - 除了趣味之外 - 所以其實現在有蠻多品牌 - 都有出一些像男生的 - 比較運動型的 - 對,就是 - 所以造型一看就覺得很man - 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- 好娘喔,男生 - 為什麼要一直用這些東西啊 - 對,就是你 - 不會讓人家覺得有臭味之外 - 還要讓人家覺得 - 你是香的,是man的 - 對,而且它有一個是 - 有冰涼酷感的 - 對,或是讓你覺得 - 用起來會很有爆發力的 - 什麼意思啊 - 就是你聞起來會覺得 - 這個人很有活力 - 很積極的感覺的那個味道 - 嗯,嗯,覺得很運動的感覺 - 那這個冰涼酷感 - 因為我在想裡面 - 裡面是不是有加一些薄荷或什麼 - 用起來就有冰冰涼的感覺 - 等一下,你先摸一下 - 我這兩隻手有點不太一樣 - 我剛剛用那個手指巾 - 好滑喔 - 好滑喔,就剛洗完澡對不對 - 很舒服的感覺 - 真會讓人家以為你皮膚 - 就很好 - 對 - 對,然後這一個呢 - 它也有特殊的 - 就是它有冰涼的酷感 - 就是夏天的時候很熱 - 會一直流汗 - 其實你也可以用它的那個冰涼酷感 - 就是可以脹一些體溫 - 用來它搞不好 - 就是讓人家覺得 - 讓你覺得比較舒服這樣 - 對,就比較舒服 - 就不會那麼一直這樣狂流汗了